贺建方杀死了胡疯子 胡不归 梅二先生要给他报仇 半道截杀 受了重伤的贺建方 可是就在这时候 黄斌赶来了 黄斌一看那贺建方脖子冒着血 伤势这么重 昏迷不省人事 他的心就一阵阵发抖 心想我师父的长子死了 四子又伤到这种程度 师父要见着能受得了吗 无论怎么着 我一定要保全他的性命 他和梅先生说 无论怎么着 也不许杀了贺建方 可是就在此时 树林里有人打话 梅先生做得对 一定要杀死这贺建方 什么人 黄斌这一问 树林里边说话的这位出来了 是他一个 哎呦 是你 出来的这位 身材七尺开外 显得比较轻瘦 可是你也看不清他的脸 因为他面罩轻杀 还这位 就是在酒馆里边 几次和黄斌相遇 后来又救过黄斌 性命的那位蒙面人 一直到现在 黄斌也不知道 到底蒙面人是谁呀 就蒙着个脸 神龙 剑手 不剑北 可是 武术是好家伙呀 一手 飞筷子的功夫 那都神了 把那些恶人 都赐住了 咽喉 翻身倒地 黄斌虽然 不知道他是谁 可是内心里 却非常感激 他救过自己的命 而且感觉到这个人呢 很义气 值得相交 现在这位又出来了 帮了梅二说 应该杀贺锦方 慌逼心头一震 啊 原来是朋友 我告诉你们 这位贺锦方 是我师父的次子 我师父就两个儿子 已经死了一个 这个 如果你们要能给我留下 我黄斌 愿意 弃尸地 而死 黄斌说此话 这梅先生眼睛长门了 哎呀 看来这位是喝出去了 蒙面人除了一帮我忙 黄斌说可以为贺锦方而死 那不行 梅先生一拨了脑袋 我们要杀的 是躺着担架这位 是他杀的我们 那胡疯子 你死不算数 黄斌把眼一瞪 我告诉你姓梅的 这蒙面人是我的恩公 我欠他命 他出来说话 我才认可一死 我这是冲他而死 我不是冲你 如果你要再敢在我的面前无礼 我就先碎了你 嗯 一边说着黄斌一边拉架 没二还真没在乎 把袖子一板 掏着使劲勒了两头 浑身上下收着的挺当利落 这就准备过招 蒙面人咳嗽了几声 叹了口气 哎 黄剑哥呀 我觉得你这个人通达实物 小明道理 你应该清楚 赫家 一尔再再尔三的死人 是他们自己找的 他们绝不应该来的人头会 帮上官金胡的马 那么如今 无辜的胡剑可死了 李英 让得赫剑方敌命 那么你护着他 难免让梅二先生杜牧 就是梅二先生杀不了赫剑方 我蒙面人也要杀 好吧 好吧 既然我们兄弟欠你们的命 那么你们就动手 黄斌不是你们的对手 我们弟兄就一起死 黄斌正准备给蒙面人 和梅二先生接招 在他的身后 蹭就蹚过了一背 伸手从担架上 把贺剑方就抄起来了 转身就跑 梅二一瞧 给我站住 不许走 黄斌一看 夹贺剑方走的 正是 镇骨骑者彭三彭之后 他赶紧把梅二拦住 不许对 你给我闪开 梅二抬手就给黄斌一瞧 黄斌没接着一招 他往后退身子 蒙面人想过去碾 彭三 黄斌也过了一篮 黄斌拿好主意了 我是也不想伤我这恩公 蒙面人 我也不想再和这梅二动手 只要有人能够护住剑方 他们能安然离开此地 我就心满意足了 这彭三也是不放心 才来的这个坟地 恰巧碰着这个事 他听得明白 看得清楚 这在夹和贺剑方而走 随后 黄斌也跟上来了 那梅二和蒙面人呢 都回坟地去了 一看贺剑方都跑没了 那还追什么呢 单说彭森 夹着贺剑方的身体 来到了贺镜 贺洞天 他们这些人跟前 把剑方放在地下 大家围拢过来一看 哎呀 贺剑方脸如土色 唇似电液 失血过度啊 人时不醒啊 贺镜往下一呼声 透他脉门 都快没脉了 脉搏极其微弱 这是谁伤的剑方 黄斌在背后 把脑子低下来 师父 如此这般 师弟杀了狐疯子 然后他被人给暗算 把脖子刺上了 好好好 是这样 贺镜贺洞天 仰面长叹 用手抓着血白的银染 眼圈发红 老泪 微眼圈直绕 我贺家怎么这么惨 我贺镜 年过骨息 长子死去 刺子重伤 我的仇人们 我不杀绝了你们 死不明目 贺镜像 彭三一鼓手 贤弟 请你把剑方 带回一剑坊 好好 僵养 大哥 你不说和我 一起到 腿里边 盘缓 一些日吗 兄弟 现在 我不能随你去了 我要回 人头会 大哥 你大肚已经输了 君子一眼 快马一鞭 焉能 还回人头会场 什么叫君子 哪叫小人 我还想当什么君子 我的孙子死了 儿子没有这样 我认可让别人骂是皮肤 也一定要血恨 师父 黄斌往前一进步 师父啊 万望你老人家三思 上官金虎百人头会 他想独霸江湖啊 就算咱们想复仇 此时不能去 退下 现在你不应该都说什么了 你不想随师父我去复仇 师父自己去 我并没有求你们帮我忙 彭孙在旁边听着 脑子嗡嗡直叫唤 心想我这个人归隐多年 看着我儿子建方 孙子子明 他们都长大成人 娶妻生子 我愿足以啊 没成想山东鹤家一脉 竟闹了这么大的事情 你说怎么办好 眼瞧着哥哥 要不陷泥潭 难以自怕 这要是到了人头会 想全身而出难呢 弄不好 把一间房这一家的人 都得裹进去 我们俩是兄弟 我如果不去帮忙 我对不起我哥哥 我要帮忙 现在我儿子建方这样 孙子子明 说不定还要什么样 老彭头是想来想去 他猛然间抓住自己的右腕子 使劲在隔膝盖上 一垫就听咱咔咔 哎呦 喝起来一脚惊呆了 兄弟你这是干什么 这蓬森把胳膊撅断了 骨头叉子都支出来了 腾子他呀 汗水顺着病脚 劈劈啪啪啪往下支滚 大哥 兄弟我有伤 我不能帮你大战人头会 杀那些仇人 你就别指望我了 呵你呀兄弟呀 只要你养活好我的儿子 照顾好我的孙子 哥哥我就非常感激你 我根本就不想让你再掺和人头会的事 我还很怕 咱们一间房的一家子呀 再被仇人所害 你看你怎么把胳膊撅断了 你 大哥别说了 我胳膊不断呢 你走我就得跟着 我断了我也就死了这个心了 告辞了 说的话他另一只胳膊抱起了贺进方 转身就走 这时候 梅二先生在那人头会 对着东面的炉棚啊 正骂的街呢 姓上官的 你给我滚出来 我要宰了你 你们这帮畜生 你们杀死了胡兄弟 我要给他报仇啊 看来梅二先生跟老胡相处时间不长 可是感情极深 胡疯子死了 他悲痛欲绝 那蒙面人呢 已经把胡疯子死尸 给收敛起来 买光果先成联好 然后准备往他家送 此时上官金红坐在炉棚内 他在盘算 嗯 贺进方重伤而走 怎么还不见有帮手来到此地 你看看 这美儿堵着我的炉棚口吗 难道说我上官金红还怕你姓梅的呢 只不过我是等着 那四军老人贺静返回来 等着黄斌来帮忙 等着 那一间房的彭森 彭志豪 美二在外边又骂上了 那词啊 是越来越难听 反正不管怎么着 是一定要把这上官金红骂出来 有一位忍不住了 在这炉棚里边 撑就窜出去了 呆 姓梅的 你曲曲皮肤 烟杆辱骂上官帮主 招打 哎呦 主人妹出来 狗出来摇人来了 维先生一边说着往旁边吵 把对方飞来的一拐躲过去 那时候出来的是谁啊 正是上官金红手下 得力的帮手横扫千军的诸葛刚 别看诸葛刚 就一条胳膊 可是就他这一条胳膊呀 千万斤大力 把他这铁拐使得霍霍生风 如同风驰一般 呼前呼后 几十招 唯一打的梅先生 就见着梅啊 两脚腿来回穿着 这嘴呀 梅闲的时候 你一条胳膊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胜了你 整死你 我都盼别人说我 两只胳膊的 欺负一条胳膊的 我丢人 你马上给我滚下去 不然我可就要你命了 诸葛刚还听到这些 一招陆地盘的话 横扫千军 使出来了 横扫千军呢 这一招太猛了 是走下半的功夫 这拐横着一扫 对方稍微慢一点 那两条腿就断了 可这就见梅二先生 身子轻轻 往起这一窜 这拐在脚下 那么横着一扫 还没等扫过去呢 他这身子刷拉又落下来了 两只脚 搭搭一下子 就踩在这个拐头上了 右脚一踩的拐头 马上使了个毡子绝 这毡子绝发黏呢 那脚就把那拐头给粘住了 不管你这拐怎么来回动 他那脚始终在上边站着 然后左腿顺着往上接踹 正好给诸葛刚踹在腮帮子上了 就听着 啊 啊 肉 诸葛刚是怎么从炉棚里边 穿出来的又怎么回去了 把椅子砸翻两个 他用手一摸呀 挂钩踢掉了 门牙碎了 满嘴都写 屋子里边的人面面相觑 胆战心惊 我的天妈呀 这门牙 太厉害了 名列武林界第八位的诸葛刚 都让他一脚踢进来 何况我背 看看上官帮助吧 或许上官帮助出去 还能把他废掉 精无命 始终是在屋子角站着 诸葛刚出去了 他连看都没看 他的两只眼睛啊 时不时的老乔的师父 他希望他师父这个时候回头看他一眼 他盼望的师父能够指使他出去 他心想啊 只要我出去 我的右手剑拾出来 不用过十盒 没二的脑袋就得滚落当场 可是师父 你为什么一眼都不看我呀 诸葛刚一被踢进来 别人都不敢再出去了 精无命垮步就过来了 师父 弟子远忙 可是上官金红 那眼睛啊 始终是不叹的 他的面前失礼 好像面前都没这么个人 只是冲他摆了摆手 旁边去 黑炸 精无命差点没死过去 他这是失望啊 如果我师父这时候点头一同意 我就让师父您看看我的右手剑比我的左手剑还要厉害 您必须得忠用我 只有您忠用我 人头会才能大挥全胜 可是 你为什么只冲我白手啊 精无命转身 推旁边去 竟然上官金红 抖了抖黄色的长衫 把胡须捋了一捋 重新 把法转弯好 足三别妥 往左右看了一眼 这些人明白了 帮主 你要亲自出手吗 我上官金红 要让你们瞧一瞧 我作为你们的帮主 是能够 成得起来的 那是自然 我也要让对方看一看 我的功夫 是无敌于天下的 把那 帘子把人一瞧 上官金红就出来了 上官金红 这一出来 一会儿先生 连连后退 把当中这场子就闪出来 这二位要动上手的话 你就是卧牛之地 一小圈地方那可不够用 身如闪电 说不定嗖嗖嗖 得穿出去 挤上呢 所以说呀 这空桃得大点 东西卢棚 两方面的剑下 全都出来了 梅二先生 要和上官金红动手 那个神秘的蒙面人 就站在卢棚旁边 用手 再摆成一根筷子 你看没看到 这蒙面人 使筷子使顺手了 还不砸下来呢 现在手里边还拿这玩意 可能是随时要出手啊 上官金红也瞧着 哦 原来用筷子刺伤可进方的 是他 那么也就是他 在管子里边 杀了我许多剑侠呀 我找你还找不着呢 现在你来了 过去我还真没听说 江湖上有个使筷子的高手 好吧 我杀死梅二 再让你过来摘掉面纱 知道你是谁 再将你废掉 再看梅二先生 面临大敌 不敢怠慢 衣服今儿了起 浑身上下收拾好 屏住呼吸 两眼不错 盯着上官 可是上官金红 却显得有大甲风度 稳稳当当站在那里 用手抓着黄山 梅先生 请过招吧 好 我终于要给你接招了 今儿咱俩个说明白了 不死一个 不能助手 行 就按你说的吧 他们两个招花也咬紧了 就要过招 在这一处即发之地 在西侧卢棚上面 蹲着一个人 这个人 已经暗中蹲在那上面 很久了 两眼盯着前面 心中暗响 梅二啊梅二 你的武功着实不错 我要面对面和你动手 很难杀死你呀 唉 我认可丢身份了 给你来个金风味动 禅仙局 暗算无常 死不知 你可这位 蹲在那个炉旁上边 下面的人 谁也没注意他 上官金红 往前一跨步 他逼了没二先生一招 梅二的身子 刷 又向后一推 他就退到离西面的炉棚 不远了 防上对主一看 机会来了 下手吧 他这身子 日的一下往下揉 空中来个云落反 急如旋风 快似赏电 梅二先生 听着背后有动静 不好 有人偷袭我 他就想往旁边闪 可是与此同时 上官金红也看准了 啊 防上吓人了 梅二如果闪出去的话 想再找这机会 可就没了 急不可施啊 上官 就又往前一逼招 他往前的一逼招 把梅先生往旁边闪的 这个路就封住了 梅先生一看 不好 我要往那边闪的话 我就得挨他一掌 梅先生赶紧往回 一推身子 坏 说是纸 那是快 房上下来的这个主 灵魂似的 梅先生那嘴那血就喷了劲 血海振扎 鲜血狂喷 呃 被人家用挡跟的一溜烈切 可是就这样 梅二先生也没爬地 他史迹那么一转身 瞪圆了眼珠 叮得偷袭他那个人 还有 你一打上我我就猜出来 是你这个家伙偷袭的呀 哎 其实我早就应该算计到 你一定会在暗中出手啊 好了 既然你来了你就别走了 梅二一边说着呀 他往上官金红跟前挪的两步 上官几乎一看这位 满嘴都是血 还赶到我跟他凑合 梅先生指着他 我上官呢 你记不记得我救你儿子命时候 你答应过我呀 说平生许峻一件事 如若失言天不饶 那么现在我就让你上官 把偷袭我这家伙杀掉 你要不杀 老天爷就不饶你 本节目由哈尔滨大地评书艺术研究所研究录制 刚才播送的是长篇评书 多情见客 无情见